台湾灯塔教育节照料现在可以未来 2023台湾灯塔教育节 登进来 副市长邱佩玲带领基隆师生 为2023台湾灯塔教育节拍摄宣传片 展现出基隆各面向的教育特色 记者会中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与基隆国中小和高中校长齐聚现场 市长谢国良亲临现场致辞 除了勉励各校积极发展教育特色之外 也强调明年度市府将与国外顶尖学府对接合作 吸引在地学子留在基隆就读高中 打造优质的学习历程 进入心目中理想的大学 其实我们基隆有很优秀的毕业国中生 但是往往因为希望念好的大学 所以他们就跑到外地去念高中 那我们现在透过跟先由美国的一些顶尖学府合作 可以给这些未来优秀的高中生一个好的学习历程的话 我们想办法把他锁在基隆 不是锁啦 就是把他留在基隆 让他能够在基隆念好的教育 但是从此有好的学习历程 一样可以等于跟台北一样的顶尖高中一样 去更好的大学来就读 所以这个是小孩爸爸明年的教育重点 以城市的层级来跟那个顶尖大学来合作 过去是没有 过去是说各校 他们会去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好的大学来合作 可是这么好的大学跟全市的高中生这样一次拉起来 全面跟美国的大学去对接 目前据我的理解是还没有 所以我们要努力打造这个全国难得的一个不同的亮点给大家看 2023台湾灯塔教育节12月8号12月9号两天 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的外侧广场 飞渊广场 还有基港大楼二楼隆重展开 规划了60个摊位 14场工作坊等多元项目 还有学校社团成果展现 市长谢国良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基隆的教育特色与发展愿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